湿大大的阵雨 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天 樱花台风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却几乎在原地打转 这整个大低压区的中心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几乎没有明显的导引气流 可以带动它移动 明天北边的高压开始东退之后 樱花台风逐渐有空间 可以往西北移动 吸保水汽23号开始接近台湾 不排除发布路径 24号加速往西北通过台湾 雨势将会慢慢增强 北台湾地区仍然会有 比较持续一阵一阵的震雨 那中南部地区则是 有时会有一些短暂雨出现 未来几天适逢大潮期间 会比较不利于雨水的排放 沿海风浪大 已经出现九级强阵风 提醒中部以北 沿岸和地洼地区的民众 要做好防汛措施 大约续续陈毅宁 台北报道 现在北台湾跟山群